我国为了让每个城市的经济得到更好的提升 就建立了很多省会 这些省会在我们国家的地位很高 拥有很高的价值 不过在环境地理位置等各方面的影响下 我们国家每个城市的发展都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我国面积最小的两个省会发展截然不同 一个富的流油 一个穷的截不开锅 第一个就是海口 根据我们的了解 海口的总覆盖面积是3145平方千米 是我们国家面积比较小的省会 海口是海南省的中心城市 在政治经济等很多方面有特别出色的表现 海口的发展很发达 很多高铁火车线路都从境内穿过 是海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城市 另外海口的风景很漂亮 空气很清新 拥有很多著名的景观 但让人感到特别惋惜的是 海口在今期年龄发展并不是特别好 在我们国家知名度不是特别高 如果说到海南的时候 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三亚 在前年的时候 海口的经济总值只有1510亿 人均收入只有6.6万 有点穷的接不开锅 第二个就是台北 它是台湾的省会城市 是台湾地区特别重要的城市之一 在近几年里台北发展特别好 综合势力在我们国家所有省会里面排名特别靠前 不过台北和海口一样范围都特别小 台北的覆盖范围只有271平方千米 人口大约是275万 经济势力特别强悍 在前年的时候 台北的经济总值达到了5500亿 人均收入达到了20万 可以说是一个富得流油的省会